身边总有人给我们灌输一种理念,那就是人从来都不是为自己而活,而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,在社会大流的影响下,出现很多好面子的人。 现在这样的好面子风气越来越严重,甚至已经延伸到孩子的教育上了,家长们在一起讨断最多的,就是自将孩子如何优秀,都想将别人家的孩子比下去。 我认识一个特别好面子的妈妈,平时在生活中,她就经常跟我们炫耀她老公给她买的衣服,首饰和包包之类的,每次她一开始炫耀就没完没了,让我们这些听她说话的人,都觉得尴尬不耐烦,只有在我们讨论自己孩子的时候,这个妈妈才会安静一点,因为她家孩子的成绩并不是很好。 这个妈妈的儿子今年已经九岁了,可能是理解能力不太好,或者是在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。 学习成绩不是很好,妈妈为了让她儿子学习进步,给她报了很多补习班,但是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多大的起色。 有一次,妈妈请我们去她家做客,吃完晚饭,我们坐在她家客厅闲聊。 小儿子在书房做作业,不会坐过来警告妈妈。 妈妈讲解了一遍以后,孩子还是不会做。 妈妈就突然大声地吵儿子吼,说,你怎么这么笨,这上课干什么去了?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,生下你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? 当时孩子的眼泪就流下来了,但是她却忍着没有哭出声,看着妈妈的眼神是畏惧的。 我们在一旁看着,觉得妈妈对她儿子太年龄了,也不忍心一个孩子收到这样的指责。 在劝说妈妈一番后,孩子的情绪才稳定下来,就在前几天,她的儿子在学校午睡的时候,不小心睡过头了,同学看着快要上课了,就轻轻拍了一项孩子。 没想到,让同学们都很惊讶的是,儿子立马惊醒,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说,妈妈,不要打我,我马上起来做作业,我再也不睡觉了。 同学将这件事告诉老师后,老师觉得非常震惊,怎么会有妈妈把儿子吓成这个样子? 老师在事后给妈妈打电话沟通,没想到妈妈却说,我这样做没什么不对,儿子成绩不好,让我很没面子。 再说了,我对他严厉,那也是为了他好啊,看着直面乎乎的家长,老师直摇头,这位妈妈的做法只会起到适得起饭的作用。 妈妈太在乎别人的看法,其实儿子品性还不错,总是有礼貌,但是因为妈妈的太过严厉的教育方式,让他养成了微微缩缩的性格,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